在美方不断施压下 中国官方终于发布公告 从5月1号起将25种芬太尼类药物 正式列为管制药品 被认为是中国禁毒法治历程中 一项重大创举 中央社报道 芬太尼是一种强效类鸦片止痛剂 致命风险高 常被当作毒品使用 美方长久以来指控 中国生产者透过网络 两年内将价值将近8亿美元的 芬太尼非法削弱美国 在美方不断向北京反应情况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8年12月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时 当面承诺要把芬太尼列为管制药物 尽管这项政策 是对美方要求的一个善意回应 但中方在记者会上 还是不甘示弱的对美方指控 提出反击 ET Today报道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 刘岳靖在记者会上强调 美方的指控缺乏证据 有违事实 他表示 中国对芬太尼类药品的管控相当严格 合法生产的药品从来没有发生过流弊 更不可能流入美国 虽然当局曾侦破几起非法加工贩卖芬太尼类物质的案件 但数量极为有限 不可能是美国的主要来源 话风一转 刘岳靖反顾来指控 美国境内芬太尼类物质滥用的问题 应该是自己造成 他指出 美国普遍存在滥用处方止痛药的传统 加上芬太尼类物质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 药店强力兜售 医师滥开处方等 形成完整的利益链 另外美国政府监管不力 以及对毒品危害宣传不够等 都是造成美国大规模滥用芬太尼类物质的原因 刘岳靖最后强调 美国应该要弄清楚造成芬太尼类物质滥用的主要原因 在加大国内打击毒品犯罪力度的同时 务实展开国际合作 而不是一昧地指责他国 刘岳靠来前课